那车斗里天天练 知道 你什么时候捡回来的 这好好的照片怎么成这样的 你给我 程庆 就生这么一张合影了 给孩子留个念一下行不行 你给不给 赶紧上学校 你追不死我给你 你追不死我给你 你神经病 你大孩子 我是神经病 敢别合同掩死了是我 能不能不说这个了 再说那是个意外没人怪你 是 你不用怪我 我得谢谢你是吧 你不管孩子 你就可以偏了一干二净 你就可以高高在上地审判我 一切都是我的错 对不对 这都是我的错 糟糕在上审判你了 咱能不能不说这事 好好过日子成不成 你可以不提 你 你可以天天不着价 我就得过这该死的生活 我就得活该死的生活 还有你 你 你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给你妹妹吃喝的 能不能不提核桃 能不能 我说错了吗 都是她 是她害死的 别说这事了行不行 谁打了害死的 别来 我甜蜜默离 Olympics く uw uw ga 我 capacitor 岳生 你喝不愈 阿姨 阿姨 你是不是不要冷笑了 那你不要的话就给我啦 我正缺一个哥哥 你不要 你不要 太好了 就让我成为海洋 那些看似束缚 却关于爱的每一段浪花 这个陈婷啊 被朋友叫去打麻将了 让小林霄在家带妹妹 这小姑娘爱吃核桃 平时都是小林霄喂给她吃 一点事没有啊 那天可真是巧了 就一笔核桃卡在 这个小姑娘的气管里 而门又反锁了 这小林霄出不去啊 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等陈婷回来啊 这孩子早没气了 憋死了 听谁说的呀 她家以前住北里家 猪烹 你们看 我给海潮介绍的那个 孩子都理回家了 都改口交罢了 你们看 赫梅给我买的没人鞋 好看吗 好看好看 好看 不错不错 脸色 好看 海潮 你什么时候跟赫梅去领证啊 没到那步呢 处处在说 海潮 要晚洗酒了 别把我们给忘了啊 那是 还不好意思啦 来 赶紧的 我了 我了 海潮 我来接儿子 睡着了 睡着了 你这怎么这么晚哪 孙儿有个案子 实在脱不开事 那 没 没吃了吧 真没吃 我正好备了俩菜 来吧 那 那我这不客气了 这客气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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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去吗 来 来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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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去吧 来 海长 我们这搬过来这几个月 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谢谢啊 求你说的 这有什么麻烦 脱伤筷子的事 现在国内变化真大 发展得真好 你说出门 都不用带包了 买什么东西 用手机就行了 就是你现在你说 去哪儿都没有在国内好 治安也好 就是今天去古浪宇 我没想到 现在这么多人了 古浪宇 好在我儿子想得周到 还特意帮我租了个轮椅 推着我 那是 我儿子多孝顺 海潮做的菜 比这儿好吃多了 我们家每个人过生日 都是他做菜 在家过 我觉得今天你这 这不是浪费吗 就是 给孩子花钱 那能叫浪费吗 还不都应该的 是 我们之前是经常在家过生日 我做 孩子们都爱吃我这口 但在外面吃也好 环境好 你看这球啊 灯啊 爸 小哥说他来不了了 怎么来不了了 他说他那个酒店餐厅临时有工作 然后就去工作就来不了了 不是早上还说带蛋糕过来吗 蛋糕我已经拿回来了 在餐厅冰箱里 现在要服务员拿过来吗 你拿回来的 拿回来了 我已经给过钱了 你放心吧 不是 是我让给的 紫秋开店做生意也不容易 应该给 来 夫妈起来 你要去卫生间吗 你先坐 海潮啊 我敬你 你 你坐下 坐下听我看 你 其实这么多年 我有好多话都想跟你讲 一直没有机会 我年轻的时候吧 做了很多错事 当然我们家这点事 你也都清楚 林霄她爸呢 向来都是个不管事的 养孩子费心 磕了碰了 冷了热了 洗衣服做饭 这真不是给点生活费 就能扯平的 所以我知道这些年 你辛苦了啊 林和平啊 向来都是个甩手掌柜 之前呢是甩给我了 我一走 就甩给你了 所以我们家林霄 现在能长这么好 真是多亏了你 我要好好歇歇 别跟我说歇 我这些年也把林霄 当自己儿子 当自己儿子 毕竟不是真的自己儿子 所以我才觉得你伟大呢 我真的应该好好谢谢你 来 谢谢你啊 我也不会喝酒 就拿果汁当酒吧 好吧 意思意思就行 我也意思意思 我 谢谢你 我 谢谢你 谁 谢谢你 我 谢谢你 贺平啊 我也得敬你 我就算了 我一摔手掌柜的 你敬我干吗 这 这算了 算了 你也别不高兴 你呢 是一个不管事的爸 而我呢 是一个累赘的妈 咱们俩就谁也别 嫌弃谁了好吗 我今天要敬你呀 主要是想跟你说 咱们这爸妈 以后能不能多为孩子着想 当然我这个累赘的妈 首先尽量不给儿子添麻烦 尽量多照顾他 多帮帮他 咱们一起努力 好吗 贺平 你这话我爱听 为儿子着想 少给儿子添麻烦 喝了 今天 是我们家林霄二十七岁生日 我爱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能来 对了 橙子 去 去把那蛋糕拿来 咱们开始切蛋糕吧 儿子 生日快乐 你跟我哥在谈恋爱 你不是看见我们牵着手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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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着手才不算谈恋爱 你们到底是不是 是 我们是在谈 谈了也白谈 反正我妈不喜欢你 你妈跟你说的 我自己看出来的 那你问我这个干吗 因为我也不想你做我嫂子 不想就不想呗 你开心就好啊 我说我不喜欢你 我也没有很喜欢你啊 今天辛苦大家了哈 回头见 去外面 你这儿刚才说话什么意思啊 你这儿刚才说话什么意思啊 感觉儿子是他一个人哪 咱们这么多年 就是替他给养大了 小哥做的生日蛋糕 他还让小橙子把钱给付了 就是 你说他干的什么事啊 这紫秋心里指不定怎么想了 你赶紧 赶紧小哥解释解释 你赶紧把车开来吧 那送小金回家 好 好 好 你之前还说 那陈婷对你挺好的呀 挺客气的嘛 人家对你客气 你就觉得人家对你好 你怎么能不能打开 小哥让我赶紧回去了啊 我就去前面打车了 你们俩一会儿自己回去 别绕路啊 拜拜 送你一下吧 明天早上 你舅舅来接我 我们就直接回老家了 你就不用管了啊 你什么时候回新加坡 我给你们提提那个机票 这一次回去 有好多星期要走动走动 可能不会太快 三 四天 五六天都有可能 要回去这么久啊 你着什么急啊 你是没回去 不知道那儿有多好玩 小的时候我和你舅舅 还跟着渔船出去海钓过呢 陪海钓 你干兴趣啦 好 那我让你舅舅带你出去玩啊 我给你订下周周的机票吧 也行 反正我们在这儿也挺给你添麻烦的 你就这么急着给我们订票 把我们赶走 我得给子秋发微信 他问我什么时候道歉 你不应该让橙子给子秋钱 你不应该让橙子给子秋钱 我是觉得人家是做生意的 都不容易 咱就别再给人添负担了 惊喜 生日快乐 快快快 先过来 先许愿 许愿 许个愿 许的第一个愿望 必须是我发财 来 好 一愿 祝子秋发财 二愿 全家健康 三愿 全家平安 你看看哥 许的愿多么朴实 我不需要朴实 我现在面临创业失败好不好 来 吹蜡烛 一 二 三 祝你相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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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盆子 我还以为你晨天晚上亲 至于啊 我不过去啊 就是怕吃饭跟吃食子似的 还不如等你回来 咱们才一块儿切个蛋糕 没有啊 托陈廷阿姨的福 我们吃得特别好 反正我挺开心的 你就知道吃 这块蛋糕不用给我钱了 吃钱的蛋糕 钱还给我 想得美 一千块呢 小屁孩挺有钱啊 来来来 谢谢你张 尝尝我的手艺 帮我买 看看 Goodbye Goodbye My children 有一瞬间 我清晰地感受到 自己进入了 像爸爸那样的大人 他们的世界 通往那个世界的钥匙 叫做忍耐 忍耐 忍耐 西姆洛克说 忍耐之草是苦的 但最终会结出甘甜 而柔软的果实 就是这桥有点不太方便 房子情况你也看到了 三居室一百四十平 坐南朝北 又是刚装修好的婚房 没怎么住 这房子条件啊 是真的特别好 但就是因为太大了 不好租 但我觉得你们一家人住啊 正合适 房子是挺好的 就是租金要再合适一点 就更好了 回头我跟房东争许一下 要是如果能年付的话 我看一下能不能再少一些 好呀 那太好了 那就辛苦你了 不客气 好 再见啊 您慢走 好 这房子挺好的 真的 够大 等你哥来了 他也能住下 那也自己住 我周末就回新加坡 我和你哥都在这儿 你自己回去干吗 那我就去马来西亚 找爷爷奶奶 你别闹腾了 行不行 再说我从小就在这儿住 都习惯了 这儿就是我家呀 你怎么了 我们不是说好回来 给哥过生日 给外婆嫂吗 你怎么跟舅舅 商量了一下 就要回来定居了呢 我这不是也觉得 这儿发展得好吗 干什么都方便 是不是 再说你不也挺喜欢这儿的吗 你跟你舅舅在一起 出去钓鱼不挺开心的吗 你也挺想你哥哥的吧 我不想 他把我们的脑 你看不出来吗 我看不出来 你又跟我嚷嚷 我想回国怎么了 我怎么就不对了 我想跟我亲人在一起 我怎么就不对了 你也是动不动就给我甩脸子 动不动就给我发脾气 我 我回新加坡 不得天天受着你这些 我就得孤苦伶仃地 待在新加坡吗 想作试吗 我现在说 做什么事 你帮你家子 你还要找人家 一点眼睛 那就遇到你了 我呢 话是这么说没错 回来也可以 但是成的暑假过完就要高三了 明年就要高考了 新加坡的课本和国内不一样 他也不能转学过来 对他影响太大了 你们现在要回国他怎么办 你是担心这个事啊 这我都想好了 现在不是暑假吗 等到开学了 我们回新加坡 等放寒假我们再过来 再开学再回去 现在飞机这么方便 来回飞时间很短的 等以后考大学 就让成子考一个国内的大学 现在国内好大学那么多 到时候 我把新加坡的房子一卖 我们就彻底回来了 也就一年的时间 那等成子高考完再搬回来也不晚 没有必要来过这么折腾 不折腾 成子不会给你们添乱的 其实我也 就是想住得离你近一点 能经常看见你 也能照顾照顾你 这一家人嘛 就应该住在一起 大人 还不都是围着孩子转的 反正我周末要回新加坡 反正我周末要回新加坡 可以 你既然在哪里生活都可以 但是等成子高考完再回来 像你说的 大人还是要为着孩子转的 你放心 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上次我从新加坡回来的时候 你就已经想好了 KING 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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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陈寗阿姨和小陈子要回新加坡了 我就买了点特产 然后寄错地址了 给我寄到工作室 我给搬回来了 我先回去啦 怎么出这么快 我回酒店了 妈 你走走 那你住这儿吧 反正我已经决定回国了 你要是不想 不想见到我的话 大不了以后就不来我了 哥 你妈和你妹走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我一身汗 怎么了妈 还跟我撒娇啊 我妈在我们小家看了房子 她还回过定居 怎么突然啊 你应该早就想好了 那就定居呗 她想在哪儿生活 都是她的自由 而且 这边本来就是她的家 现在你又回来了 可是小橙子上学怎么办啊 朋友都保识到这儿 既然都不然 她能无限把所有人放进去了 师父 优优独播放 我回来了 回来了 接着 成热料的饭 好 不用了 我不吃了 为什么呀 你心里不舒服 没有 我妈把我电话拉黑了 我爸也不接我电话 我知道是我妈不让她接的 那你要不要回去看看啊 算了 让他们悄悄气吧 洗澡了 都惨哪 我请小白菜啊 哥 你给小橙子打个电话吧 他到底回酒店了没了 他打过了 他不接 让他自己给你带着吧 也对 他这个年纪 现在是最叛逆的时候 与全世界为敌 咱们都是过来人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 我就天天想着去网吧打游戏 班里不让带零食 我就偏要带 我就偏要跟老师斗智斗智 是啊 我那个时候 一放学就换装 我就嫌孝夫太丑了 配不上我的爵士美貌 那个 红星十三倍 我那只是想一下 现在的小孩 可比我们那时候 难搞多了 都玩上短视频了 还是作业太少 还作业少 现在的孩子 两岁都能玩相机了 很早就会有自己的思想 你坐在这里 干什么 注意坏人 快去 你干吗 干吗呀 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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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要不要打电话 帮你叫个车呀 不用 谢谢谢谢 我有专车 也有人机 不用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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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么回事 都已经晚上十点了 酒店不就在这儿吗 怎么不回去了 我跟我妈吵架了 我这店都在她那儿 还不要放 你说说 要不是我刚好下班路过这儿 你要在这儿坐一晚上 你哥知道吗 你哥知道吗 你会问我 喂 林书 您没在我手上 我的 Mais 我的 太多了 她今天晚上住这儿啊 睡我屋 可是这姑娘一看 就不是山茶了 那也不能把她赶走啊 人是小哥带回来的 今天晚上 咱们就去唐餐那屋写书 外边这个洗手间留给她用 那唐餐你先洗吧 我得把我鱼缸里的水换了 再晚点就撑死了 我把长单备照换了吧 今天我就跟月亮睡了 你今晚和我一起睡吧 不行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你们俩今晚要一块儿睡了话 我 我就打电话告诉我爸 跟他告状 哥 开玩笑的 你听不出来啊 还打什么电话告什么状 换床带走哥 只是换床带啊 这是充电器 这是我以前用的安排的 无聊的时候看看剧吧 淘汰的 当然了 我让新的舍得给你这个小混蛋用完 小气 既然李一下就别在这甩脸了 才十几岁 一点都不可爱 对 李尖尖最可爱 对 我们家李尖尖最可爱 我就觉得他讨厌 而且他跟我哥肯定睡过了 小小年纪的脑子里都想念什么呢 再这么说 想念我揍你 妹妹 你随意啊 就当是自己家 死孩子 说话 谢谢姐姐 不客气 不客气 行了 当你休息吧 林香 赶紧换完船团给我出来啊 晚上我要是床上见不到女人的话 你 你给我等着 好 诚哥太多了 你别往心里去 不会 我一个大人跟一个小屁孩儿姐叫什么呀 不管他在说什么 我就当他是在喵喵喵 是我没教好他 我倒觉得他某些方面跟你挺像的 那我就爱无忌无好 你好 我在喵喵喵 你朋友们 Playstation 05 programs 你忌它了 我没有听见 你忌它了 我放我 我放你 我放你 你忌它我放你 好 你忌它 回忌天 體虎 估讥 好 你打算了什么时候回去啊 我回去 我在这儿待到周末 然后就回新加坡 欢送欢送 记得帮我买的厦门特产 带回去啊 我才不要 反正也不值钱 新加坡的机票给你退了 妈不回去 你一个人回去我不放心 你就留在这儿过暑假吧 你凭什么退我票啊 我就要回去 我待在这儿干吗 你们都烦我 你也知道都烦你啊 我跟妈说了你在这儿 你今天就在家好好待着 饿了就点外卖 有什么事回来再说 我不要待在这儿 这儿一点都不好玩 你能不能不要闹了 我要上班 你就上你的班 我不用你管 要不这样吧 你跟我去我的木雕工作室 我的工作室在海边 我不要跟你 太感谢了 那我就先走了 我要跟他去玩 我要去咖啡馆 跟我 跟你 等着我去换衣服 等我 不准动 我真不会带孩子 带头你了 哎呀 男的小公主喜欢你啊 小哥加油 跟我走 谢谢 你慢用 走 等半天了吧 没有 给你点了杯拿铁 一会儿你爱不爱喝 太客气了 我什么都行 来 坐坐坐 找我有事啊 听说你正在租房子 咱们准备回来定居啊 怎么了 凌霄生日那天 也没听你说起来啊 这 怎么就忽然间想起 要住下来了 咱们俩都离婚 这么长时间了 我这不用大事小情的 都报备吧 这 我不是这意思 对 咱俩是没什么关系了 但是咱俩之间 不是还有儿子吗 就是为了儿子呀 儿子想回国定居嘛 我总要支持他 所以他回来我就回来了 好 为儿子说 听明白了 要这么说的话 我就不客气 有什么就说什么 儿子照顾你这么多年 他有多辛苦 多不容易 我想你比我清楚 你现在身体这样 需要儿子照顾 依赖儿子 我理解 我也没什么意见 但有一点 儿子现在 心理疾病非常地严重 成宿成宿地睡不了觉 失眠大把大把地吃药 又要抗焦虑 又要抗抑郁 幸亏有李坚坚在 儿子非常喜欢李坚坚 他们俩好了以后 儿子的情绪好了很多 睡眠也改善了不少 我呢 现在找了个中医 正在给他调理身体 陈婷 你别告诉我 你不知道儿子有病 我当然知道了 只是这孩子吧 本来就有点内向 什么事不爱说 闷着 不过他回国之后 确实开朗了好多 他知道就好 咱们当父母的 首先来讲要为儿子照项 我看得出来 你不喜欢李坚坚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林霄非常非常地爱李坚坚 为了儿子照项 我劝你 学习喜欢张李坚坚 我没有不喜欢他 我只是 只是太久没有见到他了 就不太熟了 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想你是误会的 就就 我是误会最好 你别怪我事多啊 我知道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爸爸 这点我跟你说 关心孩子这方面 我真比不上人家海潮 人家海潮对孩子 那是太有耐心了 我现在活人天想起来 他们小时候 这孩子一高兴 一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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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一蹦一蹦一蹦蹦一蹦一蹦蹦一蹦一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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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 我去诊室自己给你检查一下 帮我开个单子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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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这么麻烦 我就是一早起来 这牙疮子就开始疼 肯定是上火了 这样 你待会儿啊 给我开点牛黄解毒片 你自己都会给自己 看病开药了 还找牙医干什么 我找你看看 我心里踏实 没事 可能就是有点炎症 不用吃药 多喝点水 行 那我听医生的 不吃药 多喝点水 那个 喝 爸 你中午有时间吗 有时间 他有吃个饭吧 行啊 我待会儿给所里打个电话 晚点去 中午你想吃什么 爸请客 就父亲随便吃点 行 我帮你换个衣服 快去吧 去吧 多吃点肉啊 你这这老吃素到哪儿成 你肯定又瘦了 那个尖尖跟我说 你妈要回国生活了 他这么快就告诉你了 昨天晚上 他给他爸打电话 我正好在旁边呢 他就跟我说了 儿子 我倒觉得你妈回来挺好的 她现在身体 万一有点什么事 你不是还得往新加坡跑吗 她现在回来 周围有亲亲照 你能轻松好多吗 你跟尖尖的事啊 不要太在乎你妈的看法 这婆媳关系是最难处的 你就给她找个公主回来 她也觉得配不上玩了 她跟我说 她就是跟尖尖不熟 所以没什么话说 她可真没有别的意思 爸 你去找他了 没有 我找他干什么呀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 问问他搬家 需不需要帮忙 顺便的 问了一下你跟尖尖的事 所以他跟我这么说 爸 谢谢你 我这一天吧 儿子 这以前吧 爸 我四年纪的时候 写过一篇作文 叫我的爸爸 你还记得吗 行行行 我当然记得 你写那礼包 别跟我提这招啊 提起来我现在还生气 其实我写的是你 真的 我交给老师的时候 写的是你 后来 老师让他回家 给建案签字 我就又写了一篇 看丁权骂我的话 不敢拿给我看 是不是 不是 我写的大概意思是 我的爸爸 是个民警 在外没出报暗粮 保护百姓之类的 特别伟大 我写的是你 其实小时候 我特别崇拜 所以写了也不好意思给你看 而且写李爸 他一高兴 给我做更多好吃的 你可是你就是个吃货 行行行 爸给你夹肉 我说爸 那边作文还在你那儿吧 拿给爸看看 早就不在了 不可能 您肯定留着 爸给爸看 好 喂 再给我炸一杯芒果汁 你和大人就这么说话呀 一杯芒果汁 好 我卖 你肯定不做生意啊 我是老板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谁让你这么没礼貌的 在他学会好好说话之前 一杯水都不要给他 谁心爱在你这儿待着 我走 好 那我给你哥打电话 我就告诉他 说你出去乱跑 让他出去找我 你折腾他 你开心了吗 你有病啊 你烦我哥干吗 我把你带出来 是要把你带回去的 只要你不跟着我出来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跟我都没有关系 明白吗 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谁 子秋哥 看你的剧去吧 给我小妹妹 照片王老师 好 我给钱 不卖 不卖 小丫头 还吃不了你吗 你好 医生能做 欢迎光临 我经过 你就过来看看 我经过 没打扰你爸 没有 东东呢 又找了一家幼儿园 还是你爸帮忙的 已经送去了 他是 治理障碍 不是 是心理原因 以前他爸爸 打他妈妈的时候 他如果大哭 或者说话 他爸爸就会凶疼 挺可怜的 是 他妈妈也可怜 不过还好 再有几个月 他就能过来了 都能会好起来的 爸 我看到视频了 我看见了 昨天你带着东东 去我爸的命馆吃面 小朱姐以为我爸 还惦记人 其实也不是 是 很多人都觉得 我爸还惦记人 等一下 我爸 这是我打包的 带回去给东东吃吧 那我就替东东 谢谢哥哥了 谢什么呀 那我回去忙了 子秋 我来 你 还愿意 你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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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来 你 我来 你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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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秋 紫秋是我养大的 我还不了解她吗 爸回来了 又小剑回来了 赶紧吃饭 小林烟回来了 小主姐 怎么着就想你回来吃饭了 你爸说有话要跟我讲 你没事 你别老看着那个手机屏幕 你看久了眼睛会干的 你要发微信 你语音就好了 行 跟谁发呢 没谁 老林去 是吗 不是那个张老师 不是 那是贺梅阿姨 不是不是不是 那就是贺梅阿姨了 真不是 好好好 你说不是就不是吧 反正呢 你也这把年纪了 我也不多说了 你找对象呢 我是双手双脚赞成的 但是 你也得清醒一点 别被同一个石头绊倒 是吧 你喜欢漂亮的 没问题 但是 你过日子 你光漂亮也不行啊 你看你看 我就知道你会瞎想的 我找贺梅都是因为紫秋 你不用跟我解释 我又没有要阻止你交友 你喜欢谁都可以 但是要注意分寸 那万一不行 不要影响到我跟我小哥 行行 知道了 就行 知道了 您说了 还说你 你还不耐烦了 你得睁这儿记住啊 老李 是我是你爸 还是你是我爸呀 爸爸 你是我们爸爸 得了 你交男朋友的时候 我唠叨过你吗 怎么 真我就给人家女生 发个微信 你就那么多话呢 女生 人家女生 我的天哪 老李 什么小女生 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聊人家女生 吃 吃还堵不住你嘴啊 好的 什么人家女生 哎呀 没你事 吃饭没有 我昨天吃过了 你吃过了吗 我吃过了 吃过还不赶紧备菜去 明天不开张 我就不能陪我女儿吃完饭 我再去 女儿我陪就行了 你赶紧备菜去 顺便想想人家女生 不是 不是 你这 你们这帮人 怎么都弄了八卦 真是 真是 我就是发个微信 是不是 去去 备菜去 啰嗦 越来越啰嗦 什么人家女生 给你介绍 替你爸保密 你干嘛把我爸执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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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呀 我今天去找了林啸她妈 你找陈廷阿姨干嘛 那天林啸过生日 我就看出来了 她和林啸那妹妹 对你态度不好 别看你这丫头啊 平肠大大咧咧的 心里明白着呢 心里不舒服吧 还好 还好 反正我们也不用 天天见面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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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还好 原来她在新加坡啊 这怎么都好说 现在她还回来 还特意搬到你们 一个小区来住 她只要成心呢 洁洁 你知道这世界上 最难相处的 就是婆媳关系了 她今后要敢欺负你 你就跟我说 零把替你出头 我两个公司 死了 我去跟你爸聊聊 哪个女生啊 哪个女生 哪个女生 哥 你来接我啊 爸说你今天自公厂车回来 我就在这儿等你 我 我想吃冰激凌 不行 今天太晚了 吃一个吗 撒娇也不行 明天有上晚办 上午送去空落室 给你买 要是小哥在 肯定就给我买 可惜你小哥不在 走吧 你今天有没有 给你妈打电话呀 没有 不过我就妈给我打电话了 说她过来了 这一天 陪我帮置办一些家居什么东西 让我放心心 其实你还是可以打一个吧 吵架去 吵架 别吵太久嘛 没吵 冷战更可怕 我也不知道跟她冷战 我只是感觉 很无力 不知道怎么跟她沟通 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种感觉 就像是面对一个黑洞 无论你填什么东西进去 都填不满 无论你说什么 也从来都没有回应 我明白你的感觉 黑洞就是黑洞 但是 黑洞 万一它也不想成为黑洞了 但是 或者它根本都不知道自己是个黑洞 你的想法太阳光了 这 这还阳光啊 黑洞是自愿成为黑洞的 因为黑洞的本质就是吞噬 把靠近它的东西粉碎掉 成为它的一部分 你这小伙儿太黑暗了 你这小伙儿太黑暗了 你最近有觉得焦虑吗 有正常吃药吗 有 不过你才是我的药 我是什么药 板蓝根还是双黄莲 把你搓成个鸡窝了 就像这个样子 你又不给我买冰淇淋 又给我搓成鸡窝 又不给我搓成鸡窝 又不给我搓成鸡窝 又给我搓成鸡窝 我说你俩能不能快点啊 小哥 行 行 行 你也来接我呀 我来接她 我说你赶紧把你妹弄走啊 她明天还要跟我去看她 咖啡店 我这一天天帮你妈看孩子呢 她在咖啡店也影响你吗 是不影响我 你说现在也不让她 回新加坡了 她一个人一个暑假 连个朋友都没有 你好得给她 找点事干嘛 给她报个培训班什么的 对吧 她明天不就高考了吗 可以给她报一个 绘画培训班啊 我看她也是 不好好学习的样子 她成型挺好的 剑约了 笑 想想办法 我说啊 她要去你就让她去嘛 反正她去了 也不能干坐着 吃什么喝什么 你照样收钱喽 我能收她钱吗 她是灵霄的妹妹 也算是我半个妹妹吧 那你收她一半钱 不算你半个妹妹 半个妹妹是一样 你吓死个谁 我说你是不是故意了 跟你小孩计较什么呀 你放开玩意 累死我了 太少活了 你怎么� right 慌了 来 你也不知道打得去哪 这应该去看看 我知道啊 不知道呀 你管你 caso的 来不是呢 这事可以选 这叫派红线 声子 刚过来的 什么太多的 连个姐姐都不叫 他明天到底走不走 估计不走 电呢 我的遥控器 我追剧呢 我的遥控器呢 干吗 我今天跟你哥商量了事 明天你可以跟着我 但是呢 你必须听我的话 行啊 听你的 第一 不许吃榴莲 我都吃了一块 熏走了三桌 靳儿 你在那椅子上坐一天 是屁股也算吗 真的得管 当然得管了 谁让你跟着我呢 要不你别跟着 还有呢 第三 你说你年纪也不小了吧 一分钱没转过 花钱倒挺大手大脚的 不如就这样 你这个暑假呢 就在我店里打工 也正好体验一下 人生我多么的不容易 如果你不愿意去打工的话 明天就跟着妈去买家具 听她安排好了 你真的同意她回来 你想想办法啊 我能有什么办法 她从来都没有在意过 我的感受 如果真的在意的话 我也不会现在再回来 你不是最清楚吗 我就洗澡了 你给你子修会商量吧 你说说的话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不应该现在才回来 大哥要做什么 做做咖啡 做做简单的食物 打操卫生 没事 我们应该找人教你 好 儿子照顾你这么多年 他有多辛苦 多不容易 你比我清楚 你现在是你这样 需要儿子照顾 依赖儿子 我理解 我也没什么意见 但有一点 儿子现在 心理疾病非常地严重 成宿成宿地睡不了觉 吃面 大把大把地吃药 又要抗焦虑 又要抗抑郁 咱们当父母呢 首先来讲要为儿子着想 你别告诉我 你不知道儿子有病 什么 你刚才还吃什么药吗 纹身素 我上班累 老子跟不上 其实你就应该平时好好吃饭 你看都瘦成什么样了 总靠维生素也不行啊 知道 陈阿姨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林医生的同事 我叫冯兮兮 记得记得 您在等灵霄吗 我看到今天有预约 我知道 我就是过来看看 没什么事 怎么了 没事就觉得你长得好看 你有男朋友吗 还没有呢 我们医院的男医生啊 我觉得不错的 不是结婚了 就是有女朋友 那你觉得我们家灵霄怎么样 灵霄她有女朋友吧 她没告诉你吗 这还真没听她说起过 你知道男孩子和女孩子不一样 还是养女孩好贴心 什么事都跟妈妈讲 男生啊都粗神经 你得直接问他 我问他还不如问你呢 来咱俩加入微信 太好我也准备在国内定居了 以后你也经常来家里玩啊 定居那太好了 来我扫您 你待会儿 喝吧 你 谢谢大家